第三种叫做目录像对象 就是Denture对象 Denture对象是 它有一条路径 一条路径 那我们说要打开文件 是吧 有个路径 从根开始 从根开始 这个路径 根是有特殊含义的 根就是专门有一个 叫做有一个对象 后面就是这个斜杆 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斜杆是分割符 这个根有专门 在作为在Linux 比如说是ELT2 ELT3类型的文件系统 专门有一个节点 就是专门有个INR的存在 专门有个摩洛线的存在 第二个斜杆跟第三个斜杆是分割符 所以我们在这里 有个斜杆 MAT MAT摩洛 CDRAW摩洛 FOR 这个叫四个 四个 这叫四个摩洛线 对象 就四个 这个都是摩洛线 这些信息 这个文件名字 成分的文件名字 这个内容叫摩洛线 这个摩洛线信息 在内层上也有 就是这样 内层上有这个摩洛线信息 这个 那么 这个主要是怎么样呢 这个都在内层上都有了这些 它主要是实现 快速的定位作用 快速的定位 如果内层上都有的话 那接下去要在 斜杆MAT CDLOM 下面要打开另外一个文件 F1文件 那么就不需要从根开始 来进行查找了 直接找到CDLOM就可以了 CDLOM下面这个查找就可以了 我们 在文件系统里面 讲过文件系统的实现技术 是吧 文件系统实现要 线性查找 是吧 所以等等 或者Hush啊等等 这个查找技术 如果线性查找是一个个读进来 从根开始上面 所有的目楼线都把它读进来 然后比对有没有MAT 有了 对应的 这个MAT 目楼线的内容 这个纸目楼 或者是要这个目楼文件的内容读进来 然后有没有CDLOM 有了 那么再继续下去 所以不需要那样做了 就是 主要目楼线都要起到这个作用 就是快速定位的作用 内文件系统 所以我们在使用Linux的时候 你不断的打开 不断的打开以后 后面的查找手术就快得多了 所以你可以用Found的命令看一下 第一次Found的命令 手术肯定是很慢的 你启动后 第一次Found的 他要查找很多的目楼 很多的文件 但查找一定程度 他把这些东西呢 都在内层上都有了 所以下一次Found的 就很快很快了 就是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很多的目楼 就是这个 叫做目楼的这个内容 或者是信息了 都放在周围目楼线 放在内层里面有了 这样就手术快了 作用就是这个作用 那么它对应了 有一个Denture结构 Denture结构 这个我也不详细讲了 大家可以看看 可以了解一下主要事实力 那么 作为一个程序来说 数据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讲原理 原型那些概念的原理算法 真的到具体操作系统上 你一定要去搞清楚这些结构 是吧 这些结构清楚了 那么才能进行 对于程序来 然后了解 或者是你这个 怎么样来试迹的 才能了解 所以这个是 这个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里面 也有 这些目楼相对象呢 像那个目楼树 像一棵树一样的 也把它练成 比如说前后呢 副子呢 都把它练起来 Pellin 的 恰恰的 然后呢 Sub DII 就是指摸了 来都把它练起来 这样子就快速地查找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查找非常快了 也通过 每一个结构 都有很多的指针 相互练起来 那么目楼相对象 对应的 跟前面的 讲的那个超级块对象 I-NOT的对象一样 也有 有个DOP 有个OP 指向呢 就是Denture Operation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 是呈发了 对应的 对于目楼相 进行操作的一些函数的 路口地址 它是 这个路口地址放在这些地方 这个道理 原理是一样的 那么这些函数的 一些功能 可以看一下函数名字功能 这个是第三种 第四种呢 是发爱对象 文件对象叫做 这个呢 是程序所关心的 或者是你编程序的时候 要关心 对吧 就怎么样呢 没打开一个文件 没打开一次文件 都要建立这个发爱对象 就是这个Linux的机制 UNIX类的机制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用Open系统对象 打开了 那么它创建了一个 发爱对象 那么用Close系统对象 把它关闭掉 的话 它会撤销 这个发爱对象 就是销毁 把这块内存的 还给操作系统 就这样 所以这个发爱结构呢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发爱结构 然后比如说 有文件打开的 引用技术 文件的读写权限等等 当然它也有一个FOP 就是指向 对文件操作 这些函数的指正 这些函数 FOP是指向 这个File Operation File Operation里面 它定义了 对于文件方面的 一些操作的函数的 local地址 也一样的 local地址 这个File Operation 这个就对文件呢 我们说SIC 是吧 定位 Red Light等等这些 是吧 这个Red 有同步的 一个异步的 这些Red Light 那这些 那不同的 磁盘上 就是不同的分区上 那个文件系统不一样 当然Red Light也是不一样 当然这个Red Light 还有跟Io選 因为不同的设备上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是最底层的 最转换的最底层的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File对象 File对象 那这些函数的一些 一些含义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浏览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些 那么这里有个图 对于这些结构 总体来说有一个 把所有的数据 这个都把它关联起来的话 然后呢 大致上的去了解一下的话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学这个Linux 这个内核 来分析这个内核 那么这个呢 一个呢 有利于我们对于 操作系统原理的理解 那么还有一个呢 有利于什么样的 我们设计这个操作系统 当然更加进一步的 比如说你这个代码的进行分析的话 比如说可以理解 这个或者是对于你这个编程 你计算思维的能力 然后呢 你大规模软件的设计的 是如何设计的 操作系统是最复杂的一个软件 是最庞大最复杂的一个软件 如何设计的 你这个 你就比较 通过这样分析学了以后 你就对于做具体的应用软件 那么会非常 有一个那个 很好的一个提高 Task-SGI结构 这个是进程孔子块里面 最重要的结构 从Task-SGI结构里面 专门有一个Fis这个指振 它是指向Fis-SGI结构的 Fis-SGI结构 这个Fis-SGI结构我们后面讲 Fis-SGI结构里面 专门有一个FD书组 FD书组定义到什么样呢 就是打开了哪些文件 它怎样是指针 这些一个书组里面 书组的内容就是指针 或者叫地址 就打开了这些文件的地址 其中有三个 一个是零 一个是一 一个是二 乘放在第零个书组 元素 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零是标准输落 确损的话是键盘 还有标准的输错 一是标准的输错 确诊也是显示器 二是标准的错误输错 这个也是显示器 这个012就是这样 那么后面打开一个文件 放在这里 地址放在这里 那么当然打开文件 要建立这个Fis-SGI结构 我们后面简单地看一下 Open的时候 那么一个内容就是 建立这个Fis-SGI结构 当然建立Fis-SGI结构 inode的结构 那么还有Cell-Block结构 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都应指线的 大家看看这个图 他们自己的管理 都有指针 都把它关联起来 这个是VFS的内容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个 叫做文件管理和操作方面的一些东西 叫系统打开文件表 进程打开文件表 因为这个概念在操作系统原理上 既然出现 就是系统打开文件表 也就是怎么样 刚才讲的 比如说Open的时候 要创建这个Fis-SGI对线 那么这些内容 那么打开文件的时候 一般有两方面的一些管理 一个是操作系统要管它 一个进程也要知道 打开了哪些文件 所以一个系统打开文件 就是你打开的时候 这个也要操作系统统一进行管理 这个我们操作系统 概念这本身有一个图 有Unix的怎么样 就是系统打开文件表 所以它这些 对于所有的 打开的这些文件 它有一个双向链表 哪一个表现的接点 是一个文件结构 双向链表 这个统一的管理就是 所以每打开一次 把它这个叫系统打开文件表 当然这个有好处 比如说有些人都真的是共享的 那就非常好了 是吧 这个就一个就够了 创建进程的时候就是共享 Fork的时候 那么还有一个进程 打开文件表叫做 就是操作原理算 进程打开 就是你这个进程 打开了哪些文件 我刚才说三个是确审的 你进程一创建好就有了 一个是零 一个是一 一个是二 就是标准输落 标准输错 错误的输错 这个三个是 那么在这里 这个有两个数据结构 有个FSCI结构 FSCI结构 记录在文件系统 跟没落和单前没落的信息 这个文件系统 跟没落和单前没落的信息 就是这个FSCI 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 它是个SGI结构 它是个SGI结构 里面专门一个FSCI FSCI指针 就指向这个结构 这个 就跟没落 跟单前没落的 那么还有一个结构 FSCI结构 FSCI结构 它是指向了 这个FSCI结构 而FSCI指向了 FSCI结构 FSCI 刚才看到了 这个图里面 专门有个FSCI的 指针 它指向了FSCI 谁让这个FSCI 跟D值 放在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个我们 这个非常清楚 那么放在这里 这个FSCI结构 要哪些组成呢 就我们前面不去管它了 先不要考虑好 有共享了等等这些 那么最重要的 我们要讨论这个FD数组 F 大家看到FD数组 是FY类型的 这个FY类型 就是前面讲的 VFS那个FY类型 那个FY结构 就是 VFS的那个FY结构 它什么 它什么 它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一个数组 它这个数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数组 每一个进程 创建的时候 有个TISJ结构 那么当然 对应呢 我们就假设有个FY类型结构 不考虑它共享的情况下 这些 有个FY类型结构 然后呢 有个FD数组 FY类型FD数组 FD数组 记录了什么样呢 这个进程 打开了哪些文件 这些文件 打开了 打开以后 有个FY结构 这些FY结构的地址 登记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这个数组里面 所以零号的话 就是 我们说设备 这也当作文件来管理 针对键盘的 这块FY结构 这个地址 一号元素呢 显示器的 二号当然标准的 也是显示器的 你再打开自己一个文件 那肯定等到 那么这个下标 数组的下标 零一二这个数组的下标 就是我们在Linux Unix 叫文件描述符 文件描述符 那么Windows上 称这个叫文件句柄 就是我们Windows上 也可以用打开 是吧 FOpen的时候 那么这个叫文件句柄 这个叫法不一样 就是叫法不一样 所以这个叫进程打开文件表 FD这个 进程打开文件表 最重要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即使在同一个进程里面 对一个文件多次打开的话 有多个FY结构 这个要注意 当然有不同的作用了 你有的可能是打开 是为了读的 那么另外一个打开呢 可能为了写的 就是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吧 打开同一个文件 因为这个进程里面 一个线程 或者是另外一个线程 这个作用可能也是不一样 那么即使没有线程 同一个进程里面呢 这段程序打开 那段程序打开 作用不一样 那每打开一次 都要建立一个FY这个结构 或者叫FY对象 所以有了一个以后 就把它填进去 就是返回一个 就是返回这个书组的下标时间 这个叫文件描述符 所以我们那个FOpen的时候 返回那个 就是一个 一个整形的指示一个 所以这个叫文件管理和操作 这些方面的内容 那么这个是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下面简单的 给大家讲一下文件的Open的操作 也不具体分析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 详细的看编干编学这本书上 这个有详细的分析在那里 就是Open 因为这里我要介绍一下 这个主要是文件 像Linux Unix 像这种没落架构 就是把一个文件系统 安装在某一个没落前面 文件系统安装在某 由于这个特性 所以它这个Open 比像Windows这种要复杂 因为它要跨越文件系统 查找的 所以你打开文件 每个路径告诉它 从绝对路径 从根开始绝对路径 可能是这几个 是属于EIT3文件系统 这几个是Fed32文件系统 那这几个又是另外NTF文件系统 完全可以这样做起来 所以你在这个路径的搜索的过程中 查找过程要跨越文件系统 这个是一个比较 这个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这个跟其他的操作系统可能不一样 那么当然还有根据的 这个查找的过程 要摩托线等等这个来实现 那么打开的就是创建一个 Fed32对象的过程 就是有了这个Fed32对象以后 你这个文件可能再进行操作了 所以文件进行read or write 是根据Fed32对象 就是Fed这个对象 Fed这个结构里面的一些内容 进行输入输入操作 所以这个大的的话分几步 这个获得一个getName 根据路径来解释 这个调用这个getName这个 然后呢第二步呢就是 那个因为打开嘛是吧 文件描述符之类的这个使用 就是在Fed数组里面 找一个这个位置 再呢使用个FIALP这个open函数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最复杂的就是应该是 OpenName这个I这个函数 这个比较复杂一些 这里我也不读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这个课件 或者是看这个书 书呢比较详细一些 就是Open 当然学这些东西呢 最好呢原代码去分析 先把这个步骤搞清楚 原代码分析一下 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是应该做的 我说呢我们作为一个本科生 计算师专业的本科生的话 这个分析一些超级系统的代码 是必须的这个工作 只有在这种大规模的软件 你进行学习以后 对自己的在做应用软件以后 开发才会 才会有所提高 因为像这种超级系统的程序呢 要求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时间呢 空间呢 就是编程序呢 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一个 效的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Linux文件系统里面呢 要介绍一个ELT2文件系统 这个也给大家简单的 这个看一下 这里是物理文件系统 就是我们以这个一个 假设这个是一个油盘 这个油盘是一个文件系统 是吧 这个文件系统呢 分布是怎么样的 所以介绍这个东西 前面介绍的很多 比如VFS那些东西 那个是内层上的 block也是内层上的 那么这个典型的ELT2 当然ELT3也是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那么ELT2呢 有很多的特性 它UNIX的相似的特性 那么它 一个文件呢 可以达到4个TB以上 这个特性 那么还有实现了符号链接 等等这些东西 这个符号链接是没问题的 就是 但是硬链接是 Linux上的硬链接呢 不能跨越文件系统 符号链接呢 可以跨越文件系统 那么很多的这个特性 这个 那么作为一个盘的话 这个一个盘 这个 我们在前面讲外乘除的时候 也讲到过这个 一个boot-le-code 这个是一个分区 那么第一个磁盘块 就是boot-le-code 引导进入 那么 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呢 它怎么做呢 把它分成 一组一组 分成组 这个 为什么分组呢 主要是对于大的 这个磁盘 或者硬盘 大的一个硬盘 这些管理 所有组的大小相同 并且顺序乘反 一组二组 那么组的构成是怎么样呢 组构成是这样的 一组里面 有哪些东西呢 文件系统超级快的信息 所以有组的描述符 组的描述符 当然这个描述符是数据结构 组的一些信息 数据快的位图 inot的位图 inot的表 这个数据结构 这个很多 叫它原数据 med data 叫原数据 就是你 这些内容 对于普通的用户 或者对于我们这个程序员 这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员 普通用户是怎么样呢 做数据快就是 我们对它进行 足够输出 所以我们双击一下 把它打开这个文件 或者是运行这个程序 就是第六块 就是乘翻 具体的文件跟数据的 就是数据快 所以一个油盘就这样分布 那么我们简单讲一下 这些内容 但它是这样的 每一个组里面 这些信息是一样的 这些文件系统的超级快 所有组的描述符 这个是每一个组里面都有的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布鲁列号的 反而分成若干组 分成这个是 如果这样分的话 n加一组 n加一组 它都有超级快 组描述符 等等 这些 那么我们稍微详细介绍一下 一个超级快 主要是文件系统 最重要的结构 是整个文件系统 我们讲过 VFS也有超级快 是吧 这个是内层上的 这个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物理文件系统 组描述符 所有的 快组的信息都是一样的 那么还有数据快的位图 inot的位图 inot的表 我们看一下 超级快 超级快描述整个 磁盘的信息 或者叫分区的信息 整个分区信息 超级快是每个快组上 它位于每个快组的最前面 每个快组中包含的 超级快的内容是相同的 最前面的反应 这个 都有一个超级快的信息 放在那里 这个主要是 这个超级快的信息 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所以每个组都放在那里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它有一个结构 这个是 很快的总数 是吧 整对于具体的 一个磁盘上的这个东西 第一个数据快 快的大小 每组的快速 等等这些信息 这个 因为它是文件系统 所以有一个文件的Magic 有文件系统标识 这个是超级快 这些东西 那么第二种类型的 组描述符 有每一个组 有自己的描述符 每组有描述符 那么这些信息 比如说本组数据快位图 所在的快号 还有本组Inode 位图所在的快号 本组Inode表的起始固 等等这些信息 这个是一个数据结构了 就是一个组的有关系 比如说有多少个Inode 是吧 Inode在哪里 空闲的Inode数 等等这些东西 都放在那里 这个是组 它有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等等这个组 那么还有个Inode 的收影几点 Inode 这个收影几点 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ET2 是128字节 128 120 每个文件都有一个Inode 但是两个文件的名字 可能Inode 可能是相同 这个完全有可能 是吧 这个是Hardlink 印链接的时候 是一样的 符号链接 那么不一样 符号链接 这个文件名有一个Inode 那个文件名有Inode 但是内容是对应的 是另外一个路径 就是 这个Inode 收影几点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收影几点呢 是乘放了 实际上我们对于我们 这个文件的IO里面的 或者是 对文件操纵的很多的信息 最重要的信息放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文件的类型 访问权限 是吧 操纵系统 比如说知道这个文件 类型是木论文件 那么操纵不一样 制服设备文件 操纵是不一样 普通文件 那么普通文件的 是吧 使用 那文件的大小了等等 这些 访问时间了 等等这些都放在 这个128个之间 这个128个之间 是 它连续的乘放了 所以这个叫Inode表 叫做 Inode Inode表 表的话有多个 Inode组成 在你这个磁盘上 你这个外称除的 或者你这个分区里面 有一块区域 专门乘放这个的 乘放这个的 所以这个是一块区域 那么其他的区域 我们前面讲过了 比如说位图表 快的位图 然后呢 那个Inode有哪些 Inode的位图 快的位图 位图 比如说Inode的位图 总共有多少个Inode 那么有多少位就够了 就是 数据块一样 有多少个数据块 那么有多少位就够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数据结构 相当来说比较小一点 简单一点 这个Inode表的话 就比较 128 这是你决定的 这个大小就决定了 你创建的文件的数 有多少个文件 那么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 I block 就是 这个指向 具体的磁盘 就是你数据 成本在哪里 这个结构 就是我们讲的 文件系统 所限的内容 讲的 就是外层如何分配 就是 那么Linux这个机制 它这个机制 它是这样的 有那折积指向数据块 有是一级收银的 有二级收银的 有三级收银的 这种机制 假设一个数据块是4K 每一个地址 用32个字节 那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们文件系统里面 以简单介绍过 算出来了 三级收银可以达到4个T 二级收银4个G 一级收银 是兆 这里 这个总共有多少个呢 有首五个地址线 如果四个字节 这个六十个字节去的 首五个 三个减掉 那就12个 每一个数据块是4K 48K 所以它这个文件的 最大的可以这么 这个没问题的 四个T了 四个T就海量的数据 都没问题了 海量的数据库都没问题了 是吧 所以是这样的 这个最重要的结构 这个inode里面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文件的类型等等 这些信息 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讲了 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是inode 那么我们最后一块内容 简单的讲一下 添加一个文件系统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实验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下 添加一个文件系统 那么添加这个文件系统里面 有一个命令 叫滴滴 这个需要用到滴滴这个命令 这个滴滴呢 它是用来指定大小的快的拷贝 一个文件用 并且在拷贝的同时进行指定的转换 它这个功能就是这样的功能 它可以直接从哪一个文件上输入 也可以设备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零设备上 就是建一个文件 它都是零 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没办法 用普通的其他的做吧 你当然可以编辑了 是吧 全部零编辑 这里呢是这样的 通过这个一条命令就可以实现了 所以这个滴滴呢 复制一个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呢 输入的一元可以设备 也可以指定的文件 这个都可以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可以用这样来进行做 那么这个添加文件呢 是这样的 添加一个文件系统 那我们这个审验呢 主要是写上 Colone一个文件系统 就Colone一个 12T2文件系统 跟12T2文件系统是一样的 我们对于它 比如说结构 然后呢 一些操作的函数 基本一样 当然你可以自己改 你可以改成自己的 所以这个 你就知道一个文件系统 是怎么样的 一个文件系统 就是定制一个 MyE2T2的这个文件系统 这个当然文件系统里面 这个我们前面讲 ServBlock里面 专门有一个Magic 这个Magic肯定不能一样 因为文件系统的标识 这个是 那么这个有几步完成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教材上 边干边学这本教材上 有具体的步骤 要先复制过来 是吧 然后修改很多的东西 这个一步一步 当然首先 要把内核 有 那么我们 根据前面的一些 实验里面的话 内核都已经下载下来 都都有了 那么 有了以后 那么在这个内核 技术上来进行修改 所以是 这样一步 添加一个 复制好以后 来进行修改 等等 这个Substitute.sh 是一个胶本程序 这个注意 运行这个胶本程序 只能运行一次 运行两次就会替换两次的 就是这个一定要注意 那么不同的内核版本的话 这个很多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的内核版本 它这个可能这些 ETR对应的这些函数 结构会有所修改 会有所修改 所以 查找 对应的这个 名次 就文件名 可能会都是不一样 这里是以3.6.6为例子的 就是 3.6.6 这个一步一步 做下来 那么修改配置 文件 对应的 KConfig 然后MakeFile这些文件 都要进行修改 KConfig主要配置 MakeFile文件 编译的时候 使用的 编译 修改以后 重新编译 编译后重新其中 那做些测试 这个My 应该就有文件 是不是clone完了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这个是第一步完成 是不是clone完了 所以在安装 这个我们直接用mount进行安装 文件系统 安装到哪里 然后你这个文件系统里面 当然这个文件系统 是一个 用一个文件来进行模拟的 我们这里生成一个MyFS 这个DD的作用就在这些地方 mount的时候 有这个环回设备 把一个文件作为一个设备 普通的文件作为设备 来模拟进来 然后作为文件系统 所以在这里 安装 然后呢 amount等等 这个可以查看 是不是成功了 就是 关键院呢 就是前面修改 要正确 正确了以后 编译就不会错 然后才能重新启动 前面如果错的话 那是很麻烦的 这个 所以呢 这个修改内核 一定要小心 这个修改内核 然后编译内核 编译内核 要花很长的时间 那么然后呢 再修改 Magic Number 然后进行 重新启动 重新编译 重新启动 再测试 第二部跟第三部 可以合起来 第二部的Magic Number 修改掉 然后第三部的这些 也修改掉 这样可以省时间 因为这两部不是很冲突 不冲突 编译可以 一次编译就完成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前面可以 在结构进行变化 这个是在操作 Make Another 这个 就这个函数来修改 这个是 所以呢 你如果一个新的文件 比如说 从EltrCone过来 你可以列的Lite 等等都可以修改掉 那就不一样了 是吧 这个 大数据结构修改 列的Lite 修改掉 就变成自己的文件系统 第四部呢 是添加文件系统 创建工具 就是增加一个 那么这个 这个第四部呢 是相当来说 比较简单一些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添加文件系统 主要是 这个实验的话呢 有个要小心 第二个呢 就是 编译内核 然后呢 启动 然后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通过学习文件系统 那么 来了解这个 通过学习这个Linux文件系统 来深刻的理解这个超值程原理的文件系统 那么从通过Eltr文件系统呢 进行实验 那么来知道其他的文件系统 因为文件系统非常多非常多 尤其现在这个Channel是设备上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文件系统 然后内存的文件系统 是吧 等等这些 好了 这个我们学的这块内容呢 那希望大家呢 就是把添加一个文件系统的实验去完成 然后呢 对于Open系统调用的代码 Led系统 系统调用的代码 Led系统的代码 好好的去分析一下 这个会有所提高 好了 我们这个Linux文件系统的内容呢 就介绍了这些